沒有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看波蘭人這場伊索比亞人 這場比賽地圖是競技場 天梯地圖 OK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 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農田 只要在這個大中原旁邊 撒下農田 就可以立即獲得 8%的食物採收 這個效果讓波蘭人 成為世紀帝國裡面 食物採收 最快的文明 波蘭人他的大陸馬跟重裝騎士 都有特殊能力 大陸馬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他的大陸馬 是可以升級到波蘭一騎兵 傷害變成9加4 然後又擴散傷害的效果 非常強大 缺點的部分是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特別害怕見死的部分 波蘭人他的重裝騎士 只要點下貴族特權 只要三四黃金 非常的省 波蘭人在競技場地圖來說的話也是有一些優勢 就例如打這個塔弓 例如前期插塔 挖石頭也能慢慢產生黃金 而且風箭時代開始 聰明會回血 這個效果讓波蘭人在前期的壓制是非常強大的 但競技場來說 現在波蘭人 其實也沒有那麼常看到這個塔弓策略了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攻兵速度 射擊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升級時代時會獲得100樓跟100黃金 這個經濟加成讓他在前期跳城市 或是爆出大量的弓箭手或點音擊射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優勢在 那伊索比亞人後期的扭力彈射器呢 可以讓自己的投石車跟火炮 落彈範圍更廣闊 可以大規模的殺傷敵人 所以伊索比亞人前中後期 都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伊索比亞人還可以免費升級重裝長槍兵 所以遇到騎兵的部分 也可以即時防禦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競技場會怎麼打 這一場是 大概是兩千兩百分左右的比賽 所以不是壞人玩中頂尖的 稍微往下看一點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錯的比賽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那這邊是看到兩邊的肉麻 是稍微再探查一下 聖物的位置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的偵查 都是想要撿聖物的一個走向 這個魔防蓋得很漂亮 這個稍微保留一格 當然也可以貼到底 貼到底也是沒問題的 就變成兩個村民要在上面 兩個村民在下面 那往後蓋一點的話 也比較不容易被騷擾到 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那波蘭人這邊農田 然後這個大莊也蓋好了 那前進去沒意外 都是打一個正常開局 四個人伐木 這邊是兩個人伐木 唉唷 波蘭這邊是極限配置 欸挖石頭 黑暗時代挖石頭 看來是要打波蘭封建塔弓了嗎 我才剛說完 波蘭人打塔弓其實 塔弓其實沒那麼常見 結果馬上就要打臉了 唉唷 我覺得 常見的第一友 就是要比五成還要多的 這個基率才叫常見 但波蘭確實在競技場來說 優勢並不是非常大 打塔弓確實是一個方法 還是他其實是要 黑跳城 上城堡 打戰錘兵 還是其實是我的誤解 沒事沒事 他看來是沒有打塔弓了 這個時間點沒出門 就不是了 就是應該一般的職程 他只是想要挖石頭 然後去增加黃金 然後去跳到城堡賽 選擇不挖黃金的一個策略 這邊趕快蓋來市集跟兵工廠 這邊時候再繼續挖 補一下石頭 因為黃金有點缺 可能蓋好還不能升上去喔 要等一下 決定買賣一下 賣掉了一百石頭 繼續挖石 後來這邊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一級農田點下之後 才回去點這個 撒農田 這邊肉吃完就可以開始撒農田了 至少少少個兩三片田 才不會斷熱 他如果要開TC的話 應該是要先撒一些農田 會比較安定一點 殺個兩三片 但他這邊的想法應該是 要直接靠買賣一波了 直接大爆買賣 挖石買賣流 波蘭的競技場 挖石買賣流 沒想到這場比賽已經出現了 大概是3TC開一種直接放棄五生物的打法 有可能會變成肉馬狙擊流 變成只出肉馬 然後不出修道院 然後去瘋狂追殺對方的肉馬 那伊索比亞是一個正常的標準化流程 但是他沒有下馬舊 這就有點怪怪的 通常這也是會下馬舊的喔 但是他沒有下 兩邊都是走一個 不太尋常的開局路線 忽然這邊是3TC正常開農 二級伐木二級農都點下了 這邊還等了一個二級農 才要去撒農田 哇靠然後這邊再靠買賣 避免斷肉 繼續買賣買肉上去 經濟交換一下 有人會說挖石頭拿去賣掉很不划算 這一點確實是喔 但是波蘭這邊是挖石頭又有防禁喔 所以經濟加成其實很多 這個波蘭賣石 經濟場流程 這個大家參考一下 實戰太常打這樣子 可能會有點出事 因為你前面挖石頭去哪去賣掉 就意味著你後期的石頭量很少 甚至城堡的數量也會很少 你在經濟場的空圖來說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我是覺得 斟酌的使用 波蘭賣石 的一個流程打法 伊索比亞很正常的開出了修道院 然後TC、3TC也有慢慢開上去了 這邊開始去撿聖物了 波蘭人這樣落馬還沒有抓到生鯉魚 現在生鯉魚過去前都會有槍兵去前往防守 所以暫時沒有看到其他東西 在競技場來說 伊索比亞這邊升級能力喔 確實是比波蘭上好上很多 免費的重裝長槍兵 跟這個 升級的一百肉一百斤 讓他比較不容斷肉 而且撿生物有一定的幫助 可以更快按出自己的修道院 按出更多的生率來 波蘭一個無情開農 四個大莊園 然後再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石頭繼續挖 後面修道院 沒有補 不然是走一個放棄流 城堡可能蓋在城門內嗎 直接低調然後蓋這個位置 OK 看我們下金礦 但這個生物還沒來得及拿到 比手比亞直接在城堡面前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他可能並不知道這裡有城堡正在蓋 然後下方的生物也被拿掉了 只剩下正門口這個生物了 波蘭這邊已經快要可以點下地王四代了 哇這個幾個大總園 四個大總園 點地了 OK這就是我熟悉的波蘭競技場 好這裡稍微射掉村民 這邊要轉弩炮騷擾挖金礦的村民 來個燒戰看一下視野 突然這邊點下城鎮亮亮 增加一下 哨戰者這個視野 兩邊都一個正常開局 那是波蘭人這邊村民樹稍微落後了 比手比亞這邊村民樹來到九十三村 最主要是因為波蘭這邊生地龍時代非常早 快了對方快了兩分鐘喔 呃真的是一個波蘭競技場 挖石 買賣流 然後直地 打 奧布齊戰垂兵 哇打奧布齊戰垂兵這個流程相當罕見喔 OK 呃看起來波蘭是 暫時領先的 科技上的部分 但實戰上會不會領先伊索比亞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伊索比亞的攻兵速度非常快喔 隨便斬一下強弩 反擊回去就可以了 而且對方斬這個 彎道勇士喔 也不會受到破甲傷害的效果 造成大量的打擊 甚至可以稍微反擊回去喔 OK彎道勇士馬上出來了 馬上開刮 拿這個鐮刀開始刮他的鎧甲 哎呀 回來喔 波蘭樹地戰垂兵 我覺得很沒料就是這個原因 真的是超級無料 按耐手 然後周圍又被對方插滿了哨戰 可以說這邊控精英控的很OK喔 雖然這個黃金都在他的領低範圍內 哇這個石頭黃金的分布好像有點 怪怪的 也是也沒有怪怪的 黃金跟石頭都在這裡 重生正常 來中間就只有少量石頭 下面應該有塊青 在這裡 有一個 好 斬腿兵在拆除 哨戰 AZOBIA的哨戰是不需要耗費石頭 所以他才可以這樣一直插一直手 一直控圖 好這邊火炮過來 打一下鎮頭石機 怎麼會跑 好這車可以上 對方轉火炮之後就很難打了 火炮投石車 牛力彈射器要出來了嗎 DISOBIA最大殺氣 牛力彈射器 結果先轉強弩的 竟然是波蘭 波蘭轉強弩然後遇到火炮投石車 剩下為良 OK看到工程器一定要轉肉馬 不然就是要轉重裝騎士 好不然這邊結結潰敗 這邊直接砸掉城門 離肉馬升級完成 還有一段時間 二級馬凱 大肉馬升級好 裡面一堆修道院跟馬舅 安全的農地其實並不多 只有52片田 以要轉肉馬的情況來說 田是稍微少了一些喔 像ISOBIA有大量的工程武器 要正面突破應該是問題不大 而且ISOBIA現在有四勝物的優勢喔 要反打回去喔是相當困難 好這時候點下了 彈道學跟三級的步兵鎧甲 三級呢 哇這個肉馬直接陣法 我的天 ISOBIA這邊拿到巨大的優勢 太巨了 本事大 OK 再回答一下 槍爐往前 欸 投石車這麼多 你的槍爐要挑戰投石車嗎 你要想一下欸 好 槍爐開始往前搓 好 肉麻開始 跑一下 喔 開始打掉 好 是別聰明都來打架了嗎 現在聰明太多想要鬆點人口 是這樣子吧 鬆的很過夜好 E-Sophia這邊後面有非常多的投石車 碰爐也是有火炮的 這邊就要看誰火炮碰的更好 肉麻衝鋒更穩定 然後這裡炸牆爐 牆爐只是被投石車炸爛 剩下這些火炮還有兩台投石車 這前面的槍兵戳得很開心 把破爛的一堆大洛馬直接戳到 不要不要的 好 是時候司機再次架了起來 看可不可以用遠程打擊對方的工程器 還是要先拆城堡呢 喔 先拆城堡 好 工程器暫時還是想要用炮洛馬去解決的 好 這裡直接往前衝 能多貼上嗎 可以的樣子喔 後方的大洛馬也是貼到了後方的僧侶 僧侶直接被砍倒 前方的投石車也被打掉了 後面三四台火炮 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雖然E-Sophia攻兵不出 只出槍兵跟工程器 這樣給破爛有極大的壓制喔 好 但右邊城堡終究還是沒有手下 三台巡頭司機拆除速度實在太快了 看來這邊空兵看一下 三隻洛馬往前 但有鞋有點殘 過去就蒸發 好 只貼到了幾下 後面的傷害還是慢慢補 看對方有這個重型工程器械喔 要打回去很困欸 火炮還是要出來秀一下 好 羅馬往前挺 火炮往後打個一發 這裡三台火炮 再來一發 哎呀 差點打到 這裡 唉唷 又點掉了 上面那個槍點掉火炮 正面的羅馬再次衝鋒 但是又撞上了槍兵陣 槍兵現在打得很開心 火炮稍微閃掉 子彈 卡彈 預判成功 伊索比亞這邊的火炮更有優勢一些 數量上也是喔 OK 軍情投司機又被拆除了 後方強奴和努力再反擊回去 槍兵數量開始變少 羅馬的數量也是有點少了一些 不然越沒有安全農地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撒出更多的大中原 所以要趕快撒大中原喔 羅 越來越少了 現在只能先暫時撤退一下 好不容易 伊索比亞這邊是稍微被反打回去了一點點 結果現在又被壓制了回來 霍蘭人這裡木頭來到了八千多木頭 我的天啊 木頭量太多了 伊索比亞這邊的木頭反而是填掃 結果霍蘭人為了去撒農田自己的牆 全部被砸爛 伊索比亞的火炮跟頭死車 就是這麼的強大 太麻煩了 沉盾沉盾的打 火炮稍微反打回去 破爛有機會衝出去反打嗎 頭的車要走出來了 上面農田趕快偷灑 這邊好像被抓包囉 偷灑農田 這邊趕快按幾隻萬道龍士去解一下 這邊的村民 哇三刀一隻 那彎道龍士比遊俠的傷害喔 基礎傷害再多兩點 這真的蠻誇張的 一般遊俠是14加4喔 18點傷害而已啊 彎道龍士可以到20點 這就是玻璃大炮 左邊農田被抓包喔 農田戰士稍微少了一點點 不然並沒有因為這樣子繼續補村民啊 這邊還拉了一些村民去反擊 肉麻再次出鞘 迪索比亞也轉出了強奴 這邊看一下 肉麻稍微閃掉頭石傷害 火炮往前砸到自己大量的槍兵 後方大肉麻還在往前走 戰毛兵開始往前 往前可能被頭車砸了一發 等一下 沒心態了 好痛 波蘭這時候才點下 波蘭一騎兵的 烈克體克遺產 讓波蘭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現在三弓一直沒有點 難怪打工程器有點癢啊 他可能是忘記點三弓 這可能是個伏筆 好 左邊城堡應該也是不保 看來波蘭這個極限邁石 上層的一個打法 確實一個極限配置 但極限配置往往用不好 就很容易會臘腸 所以真的蠻不推薦大家去學這種極限配置的 學完後面的流程 可能會有點不太舒服 甚至會有被壓制的啃 哇 又被砸到立牌 OK 看波蘭這邊 佔地是稍慢了一些 相當外面大量的土地都被伊索比亞也控制住了 伊索比亞三弓點下 OK 槍邊傷害來到最高了 波蘭這邊少點個三弓差很多 因為少點這個三弓也會影響到擴散傷害的效果 因為波蘭一騎兵的烈克提克的一場 是會進行 先扣除對方防禦喔 再進行擴散傷害的傷害計算 所以少了這三弓傷害是差蠻多的 好 裝備補下三級弓 那像拜登提的後勤 跟這個 王家四重 斯拉夫的王家四重 都是真實傷害 但是波蘭的烈克提克一場 並不是真實傷害 它也是會進行防禦計算之後 才會進行傷害 所以當防禦越低的當位死 波蘭的烈克提克一場就越強 所以波蘭的肉馬去打村民的時候 會很好用 或是戰毛兵 或是工兵單位 遇到槍兵的時候 其實也OK 但是就是還是會被戳爛 這就是波蘭一騎兵的一個問題 雖然不用黃金就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非常的好 但終究比不上王家四重 槍兵就有擴散傷害 而且還是額外增傷 真實傷害 好 三宮都能補下去了 波蘭一騎兵終於來到了最頂峰 當然自己的資源也是來到了頂峰 石頭也沒有了 這裡在蓋城堡可能也不好守 葉索比亞繼續封城策略 繼續想要打穩 這時候波蘭從左邊出來溜出來 但是都被葉索比亞看在眼裡 已經從左邊溜出來了 但我正面要繼續進攻 後面的資源點 暫時被騷擾也沒事 因為這裡可以收村 好 正面要進來了 正面只有戰毛兵可以擋 戰毛兵要擋 這些槍兵可能也擋不太住喔 槍兵量太多了 五十幾隻 好 大龍馬在後面 偷砍村民 這裡沒有收到村民 打一下12滴阿 四刀一隻 卡一刀村民12滴的傷害 不高充 然後如果有破傷 有發出這個烈克提克遺產的話 我記得是三刀一隻了 高打滴 甚至可以不用高打滴也可以 好 這邊點掉了一些傷害 偷石車直接被火炮點掉 好 大龍馬上前頂著進去 直接被包夾 夾了 後方大龍馬要往後抓一下火炮 火炮看起來是有點難抓掉 這邊槍兵直接萬夫莫敵 哎呀 怎麼擋呢 後來這裡非常難打 原來沒有火槍關係喔 遇到對方的槍兵 只能用火槍解決 只能用槍兵解決 只能用槍兵解決 不然就是只能用戰毛病喔 不然自己也轉投石車 炮 看對方投石車跟火炮這麼多的數量 打起來真是不好打 好 伊索比亞這邊升級馬鎧 難道伊索比亞也要馬爆了嗎 伊索比亞大龍馬 沒有品種 沒有三級馬鎧 印出 哇 這個火炮 直接砸掉了一大堆的強度 牛力彈射器 幹得鬼 好 這裡槍兵想要上前 直接硬戳 肉馬上前 又再次被後面的預備隊 槍兵給戳到 這邊繞了一個圈 肉馬完全沒有打到火炮 直接被槍兵給戳爛 伊索比亞這邊防守防得很好 火炮直接往前點了一發 砸掉了大量的火... 戰毛兵跟... 槍兵 哇靠 這就是毀天滅定喔 扭力彈射器 嘎好強啊 又砸掉你大堆 這一次我很喜歡玩伊索比亞的原因喔 攻兵搶 然後火炮 跟... 投資車 扭力彈射器 可以大規模的殺傷後排敵方單位 好 伊索比亞的肉馬升級上去 肉太多 轉斜肉馬 也是合情合理 這邊就只要慢慢進攻 就可以拿下波蘭人了 分數已經差距來到了7000分 波蘭依舊沒有放棄 無盡大肉馬 難道要在此退敗了嗎 OK 直接打出了GG 最後出了355隻的一騎兵 跟三二的槍兵喔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蘭拿到史物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一萬八卓的資源 黃金則是輸了大概八千資源 因為四升五都在伊索比亞手上 打越久就越虧喔 KD來到1.7了 波蘭只有0.54了 這也是突然的後期比較有大的問題 遇到這種陣地戰史 很難突破對方的工程器單位 只能用火炮跟對方反擊回去 不然就只能用大肉馬無限衝鋒 找到機會 只要對方沒失誤的話 通常是很難反打回去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